這邊有個其他補充範例裡面的進階 進階裡面的話就會有一個叫做 自動批示這個匯錄圖片和超連結這個 裡面有一個練習檔 這個APP這個是一個圖 所以記得圖因為我需要一個圖 所以請你把它解到桌面上有這些圖 就是這些圖 總共會有20個圖好了 這個20圖我希望怎麼樣 桌面放油然後打開它 打開之後的話做什麼事 兩個階段一個是有圖 第二個是有圖又有超連結 那怎麼做呢 基本上第一個我看一下 第一個把它打開來 先來看一下第一階段 縮圖的部分 那縮圖部分怎麼樣全部加進去 其實關鍵點就是說 這個我想各位應該看得懂 SPACE S5 有沒有 DIR 有沒有發現跟剛剛那個 刪除檔案那個很像 那裡面的話 我為了確保說優標一定要放A1 所以我這邊加一個 Range A1.slater 那先做什麼事情呢 預設的這個高度有沒有 這個列的高度 你特別注意 你特別注意 因為我要放圖之前 最好是把那個列的高度調整跟 圖的高度是一樣的 這樣放進來比較不會說格線跟圖 那個高度不一 所以我要怎麼樣可以動態的去調整 調整什麼呢 調整列高 那列高要調整多少 我可以把它整個選取 按右鍵 列高 那大概給多少呢 給個100吧 對不對 按Enter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藍寬 那藍的寬度大概多少 特別注意喔 他這個很奇怪喔 就是說呢 你的列高 按右鍵喔 列高的那個 這個值是像素 可是呢 你會發現藍寬喔 他的藍寬有沒有 A藍的寬度喔 假如要調整的話 你會發現喔 他的藍寬如果要是100的話 他的寬喔 不是用100喔 如果你用100的話就不對了 他是用13.57 所以他的 藍寬跟列高的 單位是不同的喔 所以為什麼我這邊好像是 我印象中這邊是 高度我是設為18 18的話大概就是 我調一下大概就是差不多 18大概就是 大概差不多這樣的像素吧 大概131 那這個 數字喔 你們可能就是要先 就是自己稍微調一下 然後去 抓到那個大概多少像素 那跟你的圖是相match的 OK 那第一個我們就是 在這邊先把 寬 這個列的 高 就Sales 整個 Sales是整個選舉 就點這邊一下 然後他的raw height 就是他的 高 是100個像素 然後寬的話 不是18像素 是18 相當於 大概131個像素 接下來的話 Do why 這個應該剛剛有看過了 去把那個圖檔 找到 所以我是找什麼 PNG PNG 圖檔 然後做什麼事呢 在現在的這個 Active Shits 裡面做什麼呢 這個 這個裡面 有一個物件 叫做 Shops Shops 這個其實我剛剛講過 如果以後 你要管理所有的圖的話 都是Shop Shop這個物件 也就這個 工作表裡面有個 Shop物件 的一個方法 叫做 Add picture 它裡面有個 Add picture Add picture就是 新增圖 那這個新增圖 你必須給它一個 什麼路徑 那因為我這邊 你會發現這邊 又沒有斜線 主要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這邊已經有一個斜線 所以這邊就不用再插入斜線 所以你如果這邊加了 這邊就可以不用加 那給它一個路徑 後面的話 就是告訴它幾個數字 其實後面這些 參數是怎麼來的 你按F1 其實也有答案 第一個就是給什麼 給 路徑 有沒有你會發現 這個 這邊我怎麼來的 路徑 那什麼Link to file 我用True好了 就是要不要連結到那個 檔案 然後第3個是 Save with document 這個都True好了 第4個就是Labs 它的座標 座標的話呢 是要放在 我們的 Excel的什麼位置 特別注意 它的座標是像素 那像素的話 它怎麼表示呢 座標軸 Labs 跟Tab 這邊這一點 是00 以這邊過去的話呢 是Labs 所以移動到這裡 大概是131 它是像素 OK 移動到這裡的話 是剛好是100 是哪個值呢 是Tab的值 Tab是決定 其實Tab有點像Y軸 Labs有點像Excel 但是那個Excel 以前XY是中間 中間 那可是問題喔 這個Excel 或者是VB 城市設計裡面 它這個是00 00 然後呢 它的觀念是 向右跟向下 是正的 向上 跟向左 是負的 所以那個座標軸的觀念有點不太一樣 Excel是一樣的 可是Y軸剛好顛倒 所以這個地方 Y的話其實就是Tab 另外的話 它的寬多少 高多少 你給它 所以我這邊的話呢 你只要 有這個基本觀念之後 以後要控制這個圖 都 非常的簡單 其實這個觀念跟其他城市都一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寫哪些呢 這邊 我就根據了 然後 給它一個零 就是我的一定都是在這一條線 因為我 輸入的全部都是在這邊嘛 對不對 因為一直往下 所以Labs一定都是零 那Tab的話呢 會一直往下 為什麼往下呢 因為呢 我需要放這邊之後 下一張圖的話 再往下 往下多少 100個像素 所以你會發現喔 它的預設值喔 假設是零的話 然後呢 第一次會放在這裡 第二次的話會放在 100 100 有沒有 所以呢 就是 iTab 等於iTab加100 啊不就 第一次就在那個零零的位置 下一個就在哪裡 就在 零100 有沒有 再下一個 零200 零300 每一張圖的大小 9090的一個正方形 所以就是 應該懂那個觀念嘛 反正一個 零零 然後零100 然後放一個什麼 90的圖 90大概 大概這樣子吧 OK 然後這個大概90 所以中間會有一個 大概10個像素的一個 一個間隔嘛 啊這個間隔 我想你自己可以算啦 也許將來你的圖要大一點 你就自己再去調大 調小 應該知道這個觀念吧 比較容易 不容易理解就在這裡 OK那就像換下一個檔 然後就 Offset Offset 一列 就在下一個 有沒有這個Offset 前面有講過嘛 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一直加 一直加 就一直跑 有沒有 好那最後再回到什麼 回到Range A1 就完成了 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其實 這個邏輯跟剛剛那個刪除 檔案很像 差別就是 這個地方 如果你對這個不熟的話 F1一下 稍微參考一下 反正就是這個值 直接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F8 我們租航 然後調一下對不對 然後就是 加一個 然後換下一個 Offset 下一個儲存格 然後再換下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 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他就很聽話的 一個個全部幫你跑完了 所以這個好方便 有沒有 按下去 全部 通通都放在指定的位置上面 真的是 因為很多人的工作 每天都需要 手動完成這些事情 其實很多同學問 我剛好 就順便講一下好了 因為他們每天都在做的話 你可以發現 如果懂這個方法 省多少時間 OK 所以會不會 這個方法 撲上網之後 就 越來越多人來報名了 因為他每天 看到 看到就覺得 怎麼這麼好 我工作每天都要做這些事情 對不對 他寫完 那他 就會節省非常多時間 但是 這是第一個 再來就是 清調 裡面的 那個 圖的話 要順便講一下 因為沒講 可能要手動刪 手動刪的話 也是很麻煩 加了進去 也要刪掉 對不對 怎麼刪 其實主要是 這個 三行 Active Shop 就是其實主要是 For each 指的就是 每一個 每一個在 這個工作表裡面的 那個什麼呢 所有的圖 你通通幫我抓到 那他會怎麼 一個一個去 搜尋 從上面一直往下搜尋 搜尋到之後的話 會用印 會把這一個 抓到的第一個 先放在這個變數 裡面 這個變數是我自己取的 我叫SH 就是反正你給他一個 其他名稱都沒有 他就會第一個 先丟進去 那第一個丟進去之後的話 我可以怎麼 把它delete掉 那就換下一個 那For each 就是說一直往下找 我也不知道有幾個 反正就一直找找找 每一個就對了 直到沒有為止 他就跳離回圈了 所以你會發現如果要刪掉的話 按下去 全部清空了 多好用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 光這樣子 看到每天 對不對 如果你不讓老闆知道的話 老闆以為 哇你真好辛苦 哇可以做這麼多事情 你看加那麼多圖 而且喔 還可以縱向加 可不可以橫向加 可以啊 你位置 只要laps的那個值 向右 然後每一格每一格 那這樣的話呢 你會發現 resale裡面呢 除了有文字之外 還有圖了 圖文並茂 而且是自動加的 那感覺其實應該是可以做到 非常複雜的東西 有沒有 你可以 只要有圖啦 你只要按下去 就全部跑出來了 但是這個好像同學還不 當然會想說 老師那可是我的工作 不是只有加圖啊 我旁邊還需要加一個文字 加一個超連結最好了 所以如果你要加文字加超連結 其實就延伸啦 我只是把這個地方通通都一樣 插一個地方 這個我就把這邊多一個延伸 這個先把它刪掉好了 全部刪掉 我多了什麼東西呢 這個上面都一樣 這個加一樣 主要是這兩行 這兩行 這兩行是什麼意思呢 這一行叫 WARP test 什麼叫WARP test WARP 就是說如果你沒有加這一行的話 你會發現 假設我這一行註解取消掉 它已經 好像已經內建已經WARP掉 就是說這個格式裡面 有一個對齊方式 這邊有沒有 自動換列 這個叫WARP test 如果你這個儲存格裡面要WARP test的話 你就把它改成True 不然的話預設是沒有True會變這樣子 這樣看起來好像你看不到裡面的東西 會變成長條 所以呢如果第一個 你希望能夠讓它折行的話 請記住 利用這是什麼 ActiveSale 就是目前的這個儲存格裡面 點WARP test 其實非常好 其實也不用背了 我記得好像我就點下去 Active 這個Sale 然後點WARP WARP的話就是打一個 有沒有直接往下找 就WARP test 空白鍵一下 等於True 這樣就OK了 然後呢 再來就是Hypertest 就是你要加一個Hypertest 就是加一個超連結 Add 然後在哪裡呢 在你現在選取的這個區域 因為我現在往下 這個儲存格好了 然後呢 再給他一個什麼 給他一個add 就是他的超連結 然後呢 就有路徑進來了 然後這個裡面是路徑 加上那個 超連結也會連結到你指定的那個 路徑加檔名 OK 其他都一樣 所以其實好像 其他都沒有 就是加了這兩行 就OK了 另外的話 刪除圖文 就是多了一行 就是 整個sales 整個選選 然後clear contents 然後這個是刪除文 可是刪除文不會刪除圖 圖還是在 所以底下這個也要跑 所以把它全部 再執行過的話 全部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 這樣感覺 還蠻棒的 而且 你如果說 大小自己調整 左右也可以再調整 然後哪一個儲存格也可以調整 所以你要加之前你可以先調整一下 列的高 跟藍的寬 然後再 把圖放進去 看看要不要放文 OK 所以你會發現 VBA其實這個地方還蠻好用的 程式碼的話 我等一下也把它貼上去 給各位參考 因為 時間的關係 這一期 大概也許就先到這裡 那當然也不是一個結束 我覺得應該正式開始 因為太多東西 需要各位再回頭回鍋看 那影片的話基本上 我應該就是暫時會在上面 但是會再多久 可能我也不敢保證 因為 不要說你過了很久之後 N年之後才跟我講說 老師影片怎麼不見了 就是有這種同學 那當然我也不會說 大概一段時間吧 不然的話你就把它備份起來 OK 那另外的話 雲端 硬碟也是一樣 上面東西當然 暫時還會在 可是之後的話 也許我會做 每一期 課程會做一點調動 所以 可能裡面東西 也許 我會調整 也許你到後連進來 會有什麼權限 不過 理論上你再告訴我說 你上這門課 我還是會幫你加進來 等於我就不會變成一個 Open的 因為現在是Open的 可能有一些 可能非上的同學 還是看得到 那我可能會把它 關起來 可是你可以傳 傳給我 那個你要 OK 所以這個當然盡量可以備份起來 或者備份到你的雲端上面去 那之後的話呢 當然有問題 也當然歡迎同學可以再提出來 不過盡量問題 盡量就清 清楚一點 不要說隔空 給我一個文字 然後隔空想像 這樣 所以你盡量是如果有檔案 你就給我檔案 然後問題的話 你就是不要太 繁瑣 就是盡量比如說 你這個問題 看到結果一 結果二 這樣 很清楚 結果 其實我很快 如果我在電腦前面 我就可以馬上 幫你看一下 然後給你一個回應 因為其實對我來說 這應該不是太多 太大的問題 當然 這門課主要的目的是 真的可以 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提高那個工作效率 那因為 時間非常有限 要講的東西太多了 所以有些可能沒有辦法面面俱到 所以如果說有些 小 小地方 如果你實在還有問題的話 當然也歡迎再 再提出來好了 OK 那把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